人龍其實都差不多消散了 大約還有幾十人在排隊 我們剛剛跟職員談過 他說會有新的時段的醜派給市民 但到底在現有的時段加插位置 還是現場打針的服務時間 他說不能回答 但相信今天原本預算派的醜已經派了 我們看看現場的設施 其實這裡有一個等候區 我們慢慢可以看到 等候區其實是給一些準備打針的市民 可以坐在這裡等 而現在我們還看到範圍內 有一些在排隊的人 其實就是已經預約了的人 他們也在排隊準備打針 現場也有一些駐場醫生 在這裡解答市民的一些提問 今晚6點起 再次今晚試同食 有市民預早到街市準備送菜 有街市當返說 少了餐廳入貨 影響收入 接下來的14天 晚上6朝5禁堂食 如果不買外賣 就只有自己煮飯 在銅鑼灣牛頸橋這個街市 有市民早上來買菜 現在快要來張羅蝦看看 都沒有辦法 約了一些朋友 打算連尾大家聚一下吃一頓飯 現在全部都不能做 政府說禁堂食就回家煮 這個疫情我都是自己買菜 回家煮的 沒什麼問題的 我都喜歡煮一下 煮一下東西吃 疫情我就變成廚神 有當返說街市的人流 和晚市禁堂食之前差不多 不過餐廳就拿少了貨 生意就少了兩成 會減少入貨 在戶外街市是不用掃安心出行 有市民就說買完送回家之後 會馬上洗手 以保持衛生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兒報導 早前確診的屯門測量師 就讀順德聯誼總會 屯門梁李秀如幼稚園的女兒也染疫 同班學生和老師需要檢疫 幼稚園在網上發緊急通告說 接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 一個上52A班學生 新冠病毒檢測由陰性轉為陽性 同班學生和老師需要檢疫 復科日期另行通知 廣居全國人大代表洪惠民 星期一舉辦生日派對 同場有初步確診者 據了解當晚曾經出席派對的一個香港電台 普通話台主持人也初步確診 另外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因為曾度訪過 要入住竹高灣檢疫中心接受隔離 當晚也有19個立法會議員出席派對 其中4人要送去竹高灣檢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惠民 星期一晚在灣仔港灣道灣景中心一樓 一間西班牙餐廳舉辦生日派對 其間一個初步確診者曾經到訪 除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和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之外 最新多一個特區政府官員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需要入住竹高灣檢疫中心隔離 歐家宏發聲明說當晚曾經短暫到訪生日派對 渡河之後立即離開並沒有就座用餐 就個人行為對防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 和對市民造成困擾 衷心自協並深切反省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也證實 有19個議員出席當晚的生日派對 當中4個議員陳仲利、陸漢文、鴻文和邱達根 曾經和那個初步確診者同場 需要送往竹高灣檢疫 邱達根承認在事件上大意 梁君彥說非常重視事件 呼籲議員和衛生防護中心合作 儘快做檢測 梁君彥又說議員何君堯出席生日派對之後 星期三曾經到深圳出席 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會面 但會面前所有議員都做過核酸檢測 全部顯示陰性 至於會不會影響下星期 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 梁君彥說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 暫時目標是如期進行會議 無聲電視記者曾今報報導 立法會會議廳同事員掛國輝和區輝的工程完成 國輝懸掛在區輝對上 國輝的面積較大 立法會行管會早前決定 同時懸掛國輝和區輝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有了國輝 會議廳更加壯嚴 承接全港大約六成的士車保的泰家保險 早前向車主發信通知退保 的士業界說已經有大約50部的士被迫停駛 保險業監管會表示 已經接管泰家保險的事務和資產 現在全港一共有大約一萬八千部的士 其中萬幾部投保泰家保險 在上個月底開始 近千個車主收到泰家的信 要求7日後退保 保監局公布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 賦予的權力 接管泰家保險的事務和資產 以為持市場穩定 和保障投保人的利益 並以聯繫保險業聯會 和其他保險公司 承保被斷保的泰家保單 早上有多部的士 使得政府中部外抗議 業界批評泰家單方面終止承保 未有交代退款等的後續安排 而當局反應緩慢 又批評之前聲稱願意接保的保險公司 他們第一先交到家 第二選擇的單要選擇 恐嚇即是難聽 還要放下單拖拖拖拖拖拖拖 根本在強迫我們 我們退保又沒得退 錢又沒得拿 不斷地剝削我們 保監政府連同保險公司 好像合謀一樣 業界又說即日開始 已經有大約50部的士 因為被退保而無法營運 預計將會有25,000個司機受到影響 促請當局定名機制 監管的士報單往後的加價幅度 無線電視記者賴啟新報導 徹底黃大仙池外的流動疫苗接種站啟用 今天起一連三日 為市民接種復必泰疫苗 即日醜不夠一小時已經派越 有市民不滿 接種站未開門已經有幾百名市民在現場排隊 不少都是長者 接種站加派職員協助 接種站可以為市民接種第一、二或三劑復必泰疫苗 接種站原定上午10時開始營運 職員提早半小時派職日醜 不夠一小時大約500張的職日醜已經派了 有市民不滿 有市民帶90歲的父母到場接種第一劑疫苗 沒有人駕駛一個人不方便 去哪裏打 90歲了走都難 現在要近方便 現在很緊要 現在要打第五波 當然要打 有別於第一個流動接種站是以接種車形式運作 這個新的接種站是以改裝過的貨櫃運作 由貨車運到指定的地點提供服務 局方說新的接種站可以更方便行動不便的人士接種 營運商就說會加開櫃位和延長服務時間 希望可以為更多市民接種 我們都在我們的帳篷裏面會再開多些接種點 我都會鼓勵同事留守服務長一點 我們希望可以再增加能夠打針的數量 但今天只是第一天 我們都是學習階段 所以我們希望逐步增加我們的服務量 這個流動接種站將會一連三日在這裏提供服務 下星期五就會去到深水寶風雪街遊樂場 幫市民打針 另外大部分的復必泰接種中心都已經爆滿 觀塘曉光街體育館 葵聰林市德體育館和元朗體育館 下星期還有少量的空缺 至於三間打科興的接種中心 這個星期已經爆滿 最快去到下星期二可以預約接種 無線電視記者 李宥光報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惠文 星期一舉辦生日派對 同場有初步確診者 據了解當晚曾經出席派對的一名香港電台主持人 也都初步確診 另外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因為曾經到訪 要入住竹高灣檢疫中心接受隔離 當晚亦都有19名立法會議員出席派對 其中四人要送到竹高灣檢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惠文 星期一晚在灣仔港灣道灣景中心一樓一間西班牙餐廳舉辦生日派對 其間一個初步確診者曾經到訪 除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和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之外 最新多一個特區政府官員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需要入住竹高灣檢疫中心隔離 歐家宏發聲明說當晚曾經短暫到訪生日派對 渡河之後立即離開並沒有就座用餐 就個人行為對防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 以及對市民造成困擾、衷心自協並深切反省 據了解港台普通話台一個女節目主持人初步確診 她曾經出席過有關派對 廣播大廈員工需要在今晚6時45分之前離開 方便消毒清潔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也證實 有19名議員出席當晚的生日派對 當中四個議員陳仲黎、陸汗文、鴻文和邱達根 曾經和那個初步確診者同場 需要送往竹高灣檢疫 邱達根承認在事件上大意 梁君彥說非常重視事件 呼籲議員和衛生防護中心合作 儘快做檢測 梁君彥又說議員何君堯出席生日派對後 星期三曾經到深圳出席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會面 但會面前所有議員都做過核酸檢測 全部顯示陰性 至於會不會影響下個星期 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 梁君彥說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 暫時目標是如期進行會議 無聲電視記者一層金部報導 無聲電視記者一層金部報導 無聲電視記者3 无聲電視記者1 純蔥 6 5 7